西门第一名街友竟然当街上厕所 但是经过的富人看不下去 更是夸张竟然拿着棍棒和喷水器上前制止 不过富人破口大骂着过当的言论 连路人都看不下去 影片被拍摄下来PO在网路上 类客引来踏伐 你走不走啊 富人在大庭广告下对着街友不断咆哮 手上不断恢复着棒子 一旁的民众实在看不下去 只好上前制止 既然他不管做了什么 请你报警处理 那你不可能化 我没有管理我录影 警察会来说我啊 还要什么镜头你跟我讲 在棋楼大声咆哮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清醒了没有 清醒 清醒就把我回去 丢人现眼 原来这名街友 就在热闹的西门町 其楼下上起了厕所 远景到场 甚至不愿乖乖配合 富人看不下去 上前劝退 但言语实在太过激烈 引来一片塔伐 这样是太过分 因为是有人权吗 这种方式就太激烈 他只是过头 算街友当街做出不雅行为 确实过当 但富人的过当言论也被痛批 人性的冷漠 已经够令人感到难过 何必落井下石 不少网友更是看法 一面倒谴责恶劣行为 无非就是希望社会能够 多一份宽容 记得包长一码入文 台北报导